这便是今年流行的三大色系 然而我们店的风格是固定的 而市场上的流行趋势却变坏莫测 我们能不能跟风 究竟应不应该跟 答案是跟 但是不是跟流行风格 而是跟流行元素 要知道上面这三种色系 穿得好你是大排风范 搭配不好穿不好又土又老 所以若想将这个风格做好 就必须得知道客户 怎样才能穿得更出彩 先从喀瑟来说 黑黄皮切记这个颜色 不能贴近皮肤 像这种真纸衫啊 衬衣啊 不易选择太高领的 不过可以准备一些 喀瑟系递间搭配真纸衫 切记喀瑟可以从 视频的角度进行佩搭 这样一来呢 既能满足顾客在风格上的需求 还能让他更具有气质 再说格雷系会 实际上今年春天就已经涉足市场了 但是结果呢 不尽人意 只因为大家春天更喜欢传统的彩色 但是在今年的秋冬季节 深灰色一定是今年的畅销色 如果你家做的是韩戏风格 那就给顾客搭配燕麦色 藏蓝色 尽量的营造出韩戏知性风 又或者可以选择灰粉色 显得更加温柔 那如果做的大排极简风呢 你就搭配浅灰色黑色 更高级神秘 对于休闲的通货跑亮店呢 能拿浅灰你别拿深灰 能拿高级灰你别拿浅灰 那任意搭配牛仔裤 西装裤都是OK的 好了 接下来谈一谈 今年的新近东道主 安格拉红 以我个人之见 这个颜色今年会大火 它属于复古色系的一种 从老前风到美拉德 再到极简风 乃至国风 这个颜色 风式 国风配搭这个红 更具有古城韵味 老前风配搭这个红 更具有浓郁的魅惑之感 美拉德配搭给年轻人 更具有性感 复古之感 极简风就更不用说了 走在街头啊 那种街拍的及时感 立马出现在眼前了 但是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千万不要让 安格拉红 大面积的出现 比如我这种套装 大风衣 连衣裙 这种啊 太过于夸张了 同时建议以点缀的形式啊 融入到整套的配搭装 比如内搭呀 包包啊 丝巾啊 饰品啊 短裙啊 等等 我们要让客户 逐渐接受这种颜色的配搭 让咱们普通人 也能更好的追赶一把 流行趋势